欢迎继续收看Fabric的系列课程 今天将会给大家讲述Fabric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也是Fabric诞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它在网络中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机器上的任务 这也是它有别于各种其他语言上类似的这些任务管理软件的一个重大区别之一 那么为了让今天的这个课程更加能接近真实 所以我这边专门也准备了两台的虚拟机 那么有两台Ubuntu的机器 其实这两台是两个克隆机 只是它的机器名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的就是这两台机器的一个远程地址 那么我们之前很多前面的课程讲的更多的都是 本地的一些任务的操作 更适合于应用于本机的测试 本机环境的部署 或者是这些开发环境的常见任务的一些脚本的编写 那么对于远程管理来说 其实远程管理要管些什么东西呢 最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同时对几台新的云端的服务器进行一个同时的部署 这里我们就分为对远端机器的控制 例如一些常用的配置 还有同时对远端几台机器的一个软件包的部署 和我们应用程序从本地发布到生产环境 远程生产环境的这个软件的安装过程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在一个FatFund里面全部搞定 而我们要达到这种效果我们处理的话 那么我在第一节课里面也曾经提到过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首先去定义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两台机器的名字 就是说我现在手头的这两台的机器的IP地址 有了它以后 我们可以在EMV的这一个系统变量里面 那么我们加上host 它是一个宿主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tuple 那么我们先不要搞得太复杂 我们把这两个机器定义下去 那么因为我这里呢 的用户名呢 基本上都是用同一个用户 那我可以先把我的用户先加上去 因为已经我是两个克隆机嘛 所以我创建的用户都是一致的 而且呢 我已经为了方便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已经把这两台机配成这个SSH的登录环境 那就是没有不需要密码 我就可以直接在通过SSH协议呢 直接去调用上面的指令 好 我们现在这一个最简单 Fabril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它的运行效果 就是说在两台机上的 同时去运行一个列出本机 列出当前的目录 和看一下我自己机器的一个名字 我们运行它看看Fabrile是怎么来执行 Task A和Task B这两个任务 好的 请看这里呢 它的运行呢 都是先把Task A在两个HOLD上一起运行 运行了第一个服务器 然后再运行第二个服务器 然后再轮到Task B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定义了HOLD以后 它的一个基本的运行方式 问题来了 我们假设啊 如果我Task A 只希望Task A只运行在HOLD1上 而Task B只运行在HOLD2上 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Decorator 用一个装饰器 HOLD的装饰器 来去做一个声明 这个函数 然后直接就传入 我要指定的 这一个主机的D值 或者如果你两个都都执行 那你直接这样写都可以 那你就指定两个 那我在这里呢 我指定第二个 那其实这个它做了什么 它相当于覆盖了我在全局上指定的 这两个主机吗 我在默认来说所有的任务 我都需要使用这个 所有的在所有的主机上运行 但是我这样指定的话 就只能在单个主机上运行 那我们再跑一次看一下 好了 那很明显 我们看到输出结果 它只是跑这边 我只是跑 主机1 跑了Task A 主机2 我跑了Task B 那么这个就是使用host 来去做一个单一的 指定的一个效果 那么 如果说我现在不止 只有两台主机 假设我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大的 虚拟网络环境 我们在一个虚拟网络 可能我有八台到十 十几台这样的服务器 那么在这些服务器里面 可能并不是所有服务器都同时执行 同一种指令 可能有的是web服务器 有的是作为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它们运行起来的Task 基本上可能都不一样 那么因为环境所限 我现在手上也没有那么多机器 所以这里希望大家能 跟着我一起来去想象 那我尽量把这个呢 也说得更清楚一些 那么我们做一个假定 假设我们有三台这样的机器 三台web的服务器 也有两台数据库的服务器 那么它们分别去执行的是 一个是deploy 如果copy file 假设我这里有这样一个 拷贝文件的指令 那么它应该是在三个不同的 我这里先写上 假设我这里有www1 当然我这里只是一个假设哈 那两个我们还有第三个 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它的主机名字了 那我做一个假设哈 192.6 这样吧 这样吧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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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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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先不管我们上面的这些内容哈 先把它调过一下 那如果还有另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做什么呢 这个做一个数据合并 整个操作 在结构上已经我们定义好了 如果我有这么多的机器的时候我如果像刚才那样我在上面通过host来指定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 因为我们现在还只是两个任务函数如果我有很多很多这种任务函数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难以去理解了我们的代码 那么fabrik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它就引用一个叫做规则它有个叫 rule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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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有db 那么我们把db放在1,db我放在2 然后呢,我要运行它这个部分的 就是说我等于相当于把它这一部分进行一个分组了 只不过这里叫规则 或者你理解为主机的角色吧 那其实翻译过来也还比较古怪 我姑且还是用英文来去说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指定ros ros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已经有了 那如果它跑的是wap 另外一个,这个ros呢,它跑的是db 那么我们的代码会变得更加容易去理解 而且在对于大的这些文件来说 如果文件结构比较多,就主机也多 就一种呈现一种多对多这种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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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s的这个属性呢,来进行一个归类 那让我们db看起来更加简洁更加清晰了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又回来把这个问题呢 更加复杂化一点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曾经 讲过的一个内容叫做任务依赖 那任务依赖呢 任务依赖呢 我在这里再写多几个 那这个所谓的任务依赖呢 会显得更加清晰 如果我这个是叫deploy 那这样写吧 这个做一个总的 拷贝文件 合并数据户 或者我还有一个叫做 初始化数据户 还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db的 那么这个deploy呢 它就会产生一种依赖了 如果我这个deploy一旦运行 我希望一运行的时候是分别把上面的这些指令都跑一遍 那在上一节课里面讲述的 我只是把上面的这些任务 都作为一个方法这样调一下 是吧 我们在这个copy file这样调一下 可能它就已经完成了 但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它如果我们这样调用的话 它的decorator是并不会被执行的哦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出现这种多种角色 或者多种多个主机 我们在这里当然也可以去继承了这个路以后 也还可以去声明主机 因为真的可能有这么复杂的一种情境会出现 那么当声明了这么多的这些规则以后 这样调用呢 实际上这些规则会被略过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excus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fabric的一个函数呢 如果用它来去运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得 使得我们的 这些decorator呢 重新起到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了 这里还有一点写错了 我传的是这个函数地址 函数的引用 而不是在函数里面调用它 那么这样的话呢 能保证我原来定义的这些规则和host呢 能正常的按照我们原来的定义去执行 如果我现在这样执行就在所有主机所有的roof上来跑 但假设我在 有一个方法只是在跑一次 在一个机器上跑一次 再略过其他主机 其他主机就不执行的话呢 有一个方法呢 跟excus是用法是相同的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run once 然后把这个 假设我这个只跑一次了 把机器就不跑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做 如果说大家觉得啊 我这个定义实在有点麻烦 我能不能说我在 我使用这个execute呢 来动态指定我们主机呢 也可以 因为它的第二个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直接把我们这个host 指定上去 去指定一个host的参数 直接我们就指定哪一台主机 这样来去做 那除了代码上的支持呢 Fabric其实也做的真的是比较细 我们还可以 就是说假设我没有这些指定了 我只是拿到了这么一份 只有单一指定的一个Fab file的话 我们在调用期也可以说做一个动态主机的指定 如果我加上h就是我现在要指定哪一台主机 跑什么东西 那 假设我这个是Margaret 那么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 如果有roofs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指定一些roofs 又或者我要指定主机的话 那我可以把主机给设在后面 那当然在这里是要写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支付串 我们把主机名就打在这里 用动画分割出来那就行了 基本上主机这块呢 也就讲到这里 那么今天的课程内容也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